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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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这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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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坐坐坐 对对对 都准备好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 路上还好吧 但是我走路过来了 我家离这里还蛮近的呀 一两公里 一两公里 对挺近 因为我的话 就比较喜欢慢慢的在街上散步嘛 然后平时直播的话 我也喜欢户外直播拿着自拍杆 然后就是边走边播边直播那样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走路的 因为我觉得走路的话 也算是锻炼身体的一种嘛 因为平时一般直播也会待在家里嘛 会很宅 然后呢 运动量都很少 这样的话身体也不是很好吧 所以你平时就是有空的话 就多走走路 少坐坐车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还挺绿色的 你自己平时开车吗 没有 不错 不错 能够有车 因为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如果再相遇 不想我会记得你 谢谢 好好好 大学啊 是播音表演类的 嗯 我比较那个 怎么说呢 比较专业一点的是 就配音 白雪公主吧 与那个巫婆那一段 就吃毒苹果那一段 我特别喜欢的 哈哈哈哈 左派啊 嗯 对呀 草莓派 只有苹果派才能叫人垂涅山尺 而且 最好是用这种苹果 就是毕业之后 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嘛 然后是一个那个大专 当过老师 当过 국민 我教什么 教那个普通话 但当时只有两个学生 是不是很神奇 因为这个事情还跟家里 就是还吵过 就闹过嘛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 就是我辞职 然后去做直播这件事情的 家人都想女生稳定 是吧 然后 但是我自己确实就是 直播之后发现就 蛮喜欢直播 那个时候我记得最开始 我基本上天天直播 然后还在白天还要工作 然后晚上回到家 然后马上饭都不吃 然后就要直播 直播到晚上12点左右 自己还不休息呢 我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咋那么喜欢 我最胖的时候应该是初中吧 那时候125了 125 对 而且初中比现在还矮 又矮又胖 就是整的是一个圆球的感觉 现在的话 80左右吧 当时这个数字 就能感受到 这个很凄惨的过程 确实很凄惨 都没人看见的 减肥的过程 一般人的心疾忽 那肯定是 希望自己能够开一场演唱会 演唱会 嗯 想开在哪里 因为自己还没有开过嘛 想开在哪里 那如果开演唱会的话 还不知道 到时候做个市场调查吧 看哪里的人最想我 就看哪里的小伙伴最想我去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